给大家分享一个中英思维差异的一个要点 起因呢是因为我在微博上看到咱们著名的恐龙专家 行李达老师 他分享自己在辅导小朋友做英语作业的时候 特别崩溃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什么forget to do forget doing 对吧什么没做 然后做了忘记这些之类的 很难分清楚 那其实这个在于我们思维上的一个差异呢 就是英文它非常讲究表达的精准性 尤其是对于时间的精准性 所以你的这个动作到底是发生了还是没发生 是现在呢过去呢还是将来 它都会有非常精准的语法的规定 那么中文呢很多时候讲究意境 或者讲究点到机制 所以很多时候对于时间的描述并不会特别的精准 所以呢我们首先就要有这样的思维习惯 就是你在表达一个动作呀 或者讲一个事情的时候 一定要想清楚这件事情 它所发生的时间点在什么地方 那第二个呢也有一个很小的技巧 可以给大家分享怎么去区分to do和doing 其实非常的简单 to do呢就是这件事吧 还没有发生 你还没去做 比如说forget to do 就是我应该做某事 但是我忘了去做 对吧 就比如说我忘记吃饭了 所以我现在肚子好饿呀 这个叫forget to do 但是doing呢指的就是这件事 我已经做过了 但是被我给忘记了 比如说我已经忘记了 我刚刚明明吃过饭了 结果又去吃了一顿饭 现在我好饱啊 大家感觉到了吗 就是to do跟doing的区别 所以类似的remember或者是stop 它也有类似的意思 其实一样的就从to do和doing来进行区分就好了 最后呢带大家了解一下 其实像过去时啊 现在时啊 将来时 大家可能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但是有一种时台叫做完成时 很多人会觉得非常的崩溃 比如说什么是过去完成时啊 什么是现在完成时啊 什么是将来完成时 尤其是个将来完成时 很多人也特别郁闷 对吧 怎么理解 其实也非常简单 我们的过去完成时 指的就是你做的那件事情 它是从过去开始 并且在过去就结束了 没有持续到现在 举个例子 比如说 He had already left When I arrived 也就是在我到达 我到达这个事儿 其实已经过去了 然后他在我到达之前 就已经离开了 所以他比我的过去还要过去 因此他这个地方用的是 had left 用的一个过去完成时 那现在完成时呢 指的就是 你过去做了一个动作 持续到了现在 比如说最典型的 就是咱们学英语这件事情 很多同学学英语 可能已经学了很多年了 对吧 所以从过去 持续到现在的一个状态 现在依然在努力学英语 so you can say I have been studying English for five years or ten years 所以have been 对吧 这个就是一个现在的一个持续的状态 而且呢 它是一个现在正在进行的状态 所以我们用的是 现在完成 进行时 那最后一个呢 是大家比较困扰的 将来完成时 到底是完成还是没完成 就是叫将来 对吧 其实很简单 它的意思就是说 在将来的某个点之前 这事应该可以被解决掉 比如说 she will have finished this project by tomorrow 也就是在明天之前 它这事应该就已经搞定了 所以你学会了吗 其实实态没有那么的复杂 但是你首先得建立 你要有时间的这个概念 对吧